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价越来越贵 或者是因为最近有电价的争议 台中一名民众到餐厅去用餐的时候 他要求电源提供给他插座 让智慧型手机充电 万万没有想到竟然遭到了电价的拒绝 双方不但起了冲突 还惊动警方到现场关心 不过其实不少的电价为了满足顾客 都同意让顾客不只是可以免费的使用插座 要充电啦要用电脑啦 通通都没问题 因为算一算根本不需要花多少钱 手机快没电身上又没有行动电源 这时候不少人会向店家借用插座 但台中就有业者不让客人充电 双方发生的纠纷 甚至还惊动远景到场关心 双方在警方调解下仍然不欢而散 而一支智慧型手机其实平均来说 一个小时要耗6.1瓦 一度电的计算方式则是一个小时乘以1000瓦 如果一年每天要充电6个小时 一年下来就要耗费13.4度的电 在家里一年的电费算起来大概是28元 商业用电则是一年68元 如果有20个客人在店里面同时充电 一天只会增加业者4元的成本 因此大部分的业者都会同意让客人充电 如果他今天到我们店里消费 我是觉得无妨 没有目前供应插头 所以试试看我们店的员工 有没有期待行动店员可以借他 虽然不少业者认为合计身材 花点小钱就可以让客人满意 但其实不提供插座的店家还是不少 因此不管电费多少 还是双方要有共识 才不会引来不必要的纠纷 记者吴立安徐文台中报导